吉打部分县区发生了水灾 加上来临的星期五 一连四天当地将会迎来海水涨潮 因此担心会发生积水难退的情况 与此同时气象局预测多个州的天气将陆续好转 但是由于季后风交替等等因素 全国所有周暑从上下午到晚上 还是可能会出现雷雨 吉打预计这个星期五开始 也就是9月29号到10月2号会迎来涨潮 再加上水灾加工 吉打民房部队推测 如果到时候继续下雨 吉打的一些地区可能发生积水难退的情况 吉打民房部队灾难行动部主任塞福丁阿都拉 今天出席活动之后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希望当地目前的积水 赶得及在涨潮前完全消退 否则到时候积水只会更难退去 导致灾民没办法返回家园 无论如何当局已经针对灾区做好救灾部署 包括古邦巴塑 哥打士打 波哥仙纳 瓜拉木达等等 目前古邦巴塑 哥打士打和波哥仙纳 都已经开设临时疏散中心 另一方面气象局预计 西马北部几个州属 以及东马的沙巴 沙拉越 天气情况逐渐转好 气象局副总监林泽辉 接受首要媒体记者采访时透露 尽管各地天气开始出现转好的迹象 但气象局预测 大雨和雷雨情况会在全国所有周数发生 尤其是下午时段 他也解释 近期出现的持续大雨 是因为国家正处于季后风交替季节 风向出现转变 导致几个周数发生水灾 但大雨情况预计会在11月初结束 在现在,地温暖和沙拉越 另一方面,副手夏娜都斯里阿摩扎西要求所有单位, 包括国家天灾管理机构、民防部队以及安保相关团队做好准备应对水灾。 也是天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阿摩扎西在脸书发文表示, 尽管气象局今早已经发布连续暴雨警戒的终止通知, 但他希望各方依然做好准备。 他也时刻关注灾情,包括目前已经沦陷的吉打、玻璃市、雪兰娥以及沙巴等等。 扎西也祈愿所有灾民都能渡过难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